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绝招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现在讲的是常不清菩萨评第二识 现在讲的是常不清菩萨评第二识 科判里面叫做丁字下第三 应信悔罪付罪证券流通 这是还是开记选本的本门当中 这个流通的最后一评 这里所引证的故事 实际说明对于法法经 生起信心的福德 不信而诽谤的罪过 来证明 义法法经修学的功德 如果不信而诽谤的罪过 说明劝导后辈众生要如法修学 不要遭到罪业而来流通此经 那么这个屏幕常不清菩萨评 常不清菩萨是一位菩萨 常不清看起来是个名字 可是实际上这不是菩萨本身的名字 这就是所谓平常说的绰号 是一般人因为他常跟人家受计 说不清慢众生 那么因此人们称他叫做常不清菩萨 他真正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了 那么这一瓶是说他的这个过去修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么以常不清的精神来行菩萨道 这个实际情况 那么所以叫做常不清菩萨评 那么二十八评当中这是第二十评 也就是本门流通分的最后一评 那么既然是名字啊 经文里面有说到 所以不必提早说 那么到经文里面有说明 经文有常文与无俱松 常文有三段 第一双子前凭所说罪夫 第二双名往西信回果报 第三劝词 现在就先说第一 双子前凭所说罪夫 双子前凭就是信 一发修学有福德功德很大 不信有罪过 前两品经有说到这个道理 这里先加以指名 作为这一品经的发起因缘 所以叫做双子前面 两品经当中所说的罪夫果报啊 来阴其下文 这一品经文呢 文字并不深 并不难了解 而里面的含义啊 我想先顺着经文 把这个文字消文说完之后 再来说明内容的意义 这样子比较 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现在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经文 就是顺着这个科判呢 把经文先消文 而使佛告德大士菩萨摩霍 德大士就是平常说的大士制 极乐世界的观世音大士制西方三圣之一 那么就是大士制菩萨 有些地方意诸德大士 这里佛对大士制菩萨说 就是以大士制的大士菩萨为当机 那么佛对他说 鲁经当之以下就是佛说的话了 卢指大士制 你现在应当要知道 若比丘比丘尼犹婆赛犹婆矣 此法法今者 若恶口骂力诽谤 获大罪包 如前所说 其所得功德 如相所说 言而彼舍生意情经 佛对大士制菩萨说 你现在应当先要知道 佛要对他们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说 如果世间上有比丘 或者是比丘尼 或者是尤婆赛 或者是尤婆仪 四众弟子 假如他能够晓得受持法伐经 他能够受持法伐经的 的话 那应当所得到的福德 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受持法伐经的 如果有人恶口 来骂力他 诽谤他 那么所得的罪报是很大的 祸就是德 如前所说 就是指前面经文所说的 那么这个前面经文说的这个 诽谤的罪过 有好多 好多评都有指导 那么前面法师评 金明开权显示里面的文字 有很多说到的 例如说 比喻评里面也说到 那么乃至这个 法师评里面也说到 所以如果诽谤 罪过很大 所以说如相所说 就是所得的 这个如前所说 就是前文所说的 这个如果诽谤的罪过 有多大 其所得功德 如相所说 相是刚才 如果能够如法 生随喜心 生信心 所得的功德 就是前文的六根清净 那么随喜功德的六根清净 如相前文所说 言而彼舍生意 都得到清净 得到六根清净 这里就是第一段 双直前评所说罪付 第二 双明王熙 信回果报 下面的经文 有两段 第一 明事本 第二 明本事 这课谤很特殊 两个字调过来 就不一样了 明事本 就是当时 这个音缘的事实的 这个根本 情况如何 明本事 是说明这个 常不清菩萨最初 他在行常不清的 那个时候的事实情况 叫做本事 先讲明事本 有两段 第一 明最初一佛 第二 明次第二万亿佛 这是往界的事情 九远界的事情 先说明这个 最初一佛 第一尊佛 明最初一佛 经文有六段 就说明这个十戒等 第一 是十戒 佛出现时间的十戒 德大师 来往古西 过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欧生其皆 这是十戒 由现在往前面看 古 从前 很久以前 西 往西 从现在往前算过去 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无数戒 那么久的时间之前 第二 是名号 当时有一尊佛的名号 有佛 名为英王如来 为英王就是佛的名号 为是为的 英是法英 说法的声音 王是自在的意思 如来 应供 政变之名 行诸 善事 世间 结 无上是 调义丈夫 天人 是佛 世尊 这是佛的十号 十种通号 前面都是讲过 现在不必再讲 成佛了 就具备这十种通号 第三 结国 当时叫做什么结 什么国 结名 礼崔 国名 大臣 这是结国 当时 为英王佛的 注释的时候的结 就是离衰 衰是衰向 离去衰向 就是不好的都离去了 没有不好的 那么翻过来 正面说 就是都是好的 这个现象 为英王佛成佛的时候的国家 什么国呀 就是大臣国 大臣 这是结国 第一是说法 其为英王佛 一笔一笔 一笔适中 为天人欧修罗说法 那个时候 为英王佛 在当时成佛以后 为天上人间的大众说法 为求生文者 说应四地方 求生文的 求欧罗汉国的 为他说苦极灭到四地 度身脑病时 救济涅槃 让他断剑思祸 超出身脑病时的苦恼 而到这个 救济涅槃 这个救济涅槃是指欧罗汉国 不是佛国的究竟 为求彼此佛 说应十二因缘法 要成彼此佛的 为他说十二因缘 为主佛 因奥诺度罗汉玛 三目的 说应六波罗蜜法 如果有行菩萨道的人 那就为他说六波罗蜜 就是六度 不是持戒的六度 那么跟他说这个六度法 因为他要成 欧罗多罗三目三不敌 就是佛的果位 所以为他 应他的根基而说 叫做应 应这个菩萨的根基 就说这个六度法 波罗蜜 道别案 由修六度而道别案 那么由此 就进佛国的智慧 叫做就进佛非 这就是说法 第五佛的寿 寿命 就是叫做佛寿 的大事 是为云王佛 寿四十万亿 哪由他 横厚撒结 这尊佛出现在 清静的国土 是进度 所以他注射的时间很长 有四十万亿 哪由他也是亿 横厚撒结 那么久的结束 注射那么久 第六 正相 正法 相法 那么当然 虽然再久 佛最后也要入面 入面以后的正法 相法注射多久 正法注射结束 如一 严福提为成 佛入面以后 正法注射的时间 好像一个严福提 一个南战部州 把它磨成为成 一里为成算一节 那么长久的时间 佛的正法注射的时间 相法注射结束 如四天下为成 正法灭了之后 相法 相法注射多久 把四天下 把它磨成为成 一里为成算一节 算尽了 他的相法才尽 其佛 其佛 扰一众生 以 然后灭度 正说 他灭度的时间 是 度化众生的 因缘境 扰 逢 扰 利益 使众生的 逢扰的利益 有断反 老了 生死的逢扰利益 该度众生 都度了 因缘境 然后才灭度 灭度以后 那么正相法 那么注射的时间 就是如前文所说的 这是第一 明最初第一佛的情况 心自下第二 明次第二万亿佛 从此之后连续 有二万亿同样的明治的佛 出现时间 正法相法灭尽之后 于此国头 福又佛出 就在那个世界大成国 又有佛出现时间 一号 伟英王如来 同样是伟英王佛 明字相同 应共政变之明 行足 善事世间 结无上是条义丈夫 天人是佛 世尊 十种通号 如是次第 有二万亿佛 皆同一号 像这样子次第 出现时间 有二万亿那么多的佛 同样是 一样是叫做 伟英王佛的名号 这是 明四本 明四本 接下去 根治下第二 明本事 结果就是明本事 本事有三 第一 就本事 双标两人名 就本事 当时世纪的实际情况 同时标出两个人的名字 两人是什么人呢 正上万比丘 跟常不清菩萨 这两种人的名字 这一处伟英王如来 既已灭渡 正法灭后 以向法中 正上万比丘 有大师弟 常不清菩萨出现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啊 是在第一位 无音王佛出现时间的那个时候 最初 第一位 这个无音王佛出现时间 入灭以后 正法也灭了 在向法当中 向法的时候啊 有些比丘怀正上万 正上万的意思 说过很多了 应当不必再说吧 那些正上万比丘啊 很有势力 他很会赚赢啊 很有势力 那么这就是标出 正上万比丘的名字 而是由于菩萨比丘名 常不清 标出这个 常不清菩萨的名字 所以叫做双标 双标两个人的名字 正上万比丘 一个 常不清菩萨 一位 那么就是两个人的名字 第二 双名信回之相 双名信回之相有两段 第一 名信者之德 第二 名回者之师 先双名信的人所得的功德 德大师 以和因缘名常不清 就是这是信的功德 为什么 这位比丘 这位菩萨叫做常不清呢 是比丘啊 这个 这个常不清 也是菩萨比丘 他虽然行菩萨道 他是个出家人 是个比丘 凡有所见 若比丘比丘 您由菩萨 由菩萨 皆是礼拜赞叹 他凡是见到 佛的师中 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他都向他顶礼 都赞叹他 而周四言 对他说了下面的话 我深进炉灯 不敢侵蔓 所以之后 炉灯皆行菩萨道 当着做佛 这是常不清 常不清菩萨 看到四中弟子 礼拜的时候 说的赞叹的话 我常不清自身 我要深深的尊敬你们大家 我不敢侵蔓你们大家 所以我尊敬你们不敢侵蔓的原因 何在呢 因为你们大家都在行菩萨道 将来都能成佛 当着做佛 你们将来都能成佛 就替那些四中弟子 授祭成佛了 而是比丘不专读诵经典 但行礼拜 这位常不清菩萨 这位比丘 他不专一起读诵经典 他不做其他的修行工作 专做礼拜四中的工作 乃至远见四中 一副故往礼拜赞叹 很远看到有佛的四中弟子 他又故意跑到那个地方去 向他顶礼 向他赞叹 而作誓言 说我不敢轻易如当 如当接种造福 都替他替人受尽 我不敢侵蔓你们大家呀 你们将来都要成佛呀 这是信者之德 下面是第二名 悔者之师 四中之中有声称慧 信不尽者 恶口骂利 那么这些四中弟子 受到这个常不清菩萨的受计 有些四中弟子 他心地不清净 动称恨心 那么看到这个常不清菩萨 这样子赞叹他 他不胆不欢喜 怀而骂他 恶口骂他 当面叫做骂 背后骂叫做利 他怎么骂呀 言 骂的话 是无知比丘 从何所来 自言我不清炉 而于我当受计 当的做佛 我当不用炉是希望受计 这是这个反抗的话 那四中弟子 等到这个受计之后 他不喜欢 他说你这也没有智慧的比丘 是个愚痴人 你是哪里来的 那你自己在说 我不请你 我跟我们受计 说我们会做佛 你们这个受计 我不要 我等不用如是希望受计 你这个受计 你有没有成佛呀 你受计有什么用啊 你是希望的受计 他不接受反抗 如此经历多年 常被骂利 不胜成灰 这个常不清不善 碰到这种情况啊 不是一次两次 经过多年啊 经常这样子 他不会反抗 他不会 那么有所这个反应 那么常常被这些 四中弟子 心不尽的人骂利他 那么他也不生称慧 不会有一念称慧心 而且常常这样说 常做誓言 卢当做佛 凡是看到人 你会做佛呀 你将来要成佛呀 说是于是 这个常不清不善 对人说这个话的时候 众人获以 藏木 藏木瓦石 而打直之 有人听到不高兴啊 不当是骂呀 他反而拿这个拐杖了 寿木了 瓦片了 势头了 就打他 直他 直 把石头瓦片 投到这个常不清不善的身上 那么看到人家拿 棍棒来打他 石头丢他 他就鼻走眼珠了 他就让开了 不要让他打伤了 让他造水也不好啊 让开 让开走到很远的地方 他又高声畅言 很大的声音对他们说 我不敢轻易卢灯 卢灯皆当作佛 他走到远远的地方 还是大声跟他们收集 还是这样子跟他们收集 里面都有重播 与其常作是语辜啊 郑上漫比丘比丘 您犹婆色犹婆衣 浩子为常不清 可见他这个名字啊 是那些郑上漫四种弟子 替他取的名字 他的真正名字 没有人知道了 摩朗哉了 这位菩萨的名字叫做什么 摩朗哉 那么这是那些郑上漫比丘门啊 替他取的名字 你既然都叫做常不清嘛 我就叫你常不清吧 那么因此他的绰号就出来了 又叫做常不清菩萨 这个常不清菩萨的名字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下面是心字下第三 刷明信毁果报 信的果报 毁谤的果报 同时并明了 所以叫做刷明 有两段 第一 明信者果报 第二 明毁者 毁谤者的果报 第一 明信者果报 有两段 第一 先说明果报 第一 就先说明果报 这里说这个当时的果报情况 这个常不清 就说这个郑上漫比丘提他 举出这个绰号之后啊 那么那些人 既然是这样子毁谤 但是常不清菩萨不会退市 他还是努力精进 那么因此得到果报就属生了 这说明信者果报 就是常不清的果报 是比丘 就是常不清菩萨 领域忠实 于虚空中 俱闻 无音万佛 先所说法法经 二十千万余句 心能受持 既得如上眼根清经 而鼻胜身一根清经 正说常不清菩萨 他这样子行菩萨 他过了相当时间 后来 他灵命中的时候啊 将将要远几啊 突然之间 虚空的天空之中啊 听到无音万佛 无音万佛显现 为他说法法经 这很特殊了 佛已经入灭很久了 而且是在向法的时候了 那么常不清要入灭的时候啊 佛出现在空中 为他说法法经 讲多少啊 二十千万余的句宗 哦 法法经讲了很多啊 他灵命中是听到很多法法经的道理呢 常不清菩萨都难受持 统统接受下来 那么当下就得到六根清经 这就得上面所说的眼根清经 而鼻舍身一 六根都得清经 但是六根清经一更增寿命 二百万亿哪有他岁 哎 没有入灭 得六根清经了 元寿了 更增加他的寿命 得到二百万亿亿的 哪有他也是亿啊 这么长的时间来讲法法经 广为人说是法法经 增长他的寿命 为众生说这个法法经 这个很特殊 于是郑上曼四中 比丘比丘尼 尤婆塞尤婆仪 听见世人 为作不清明哲 见其得到神通力 要说便利大善己利 问其所说 皆幸福随从 那些郑上曼的四中弟子 本来听见这位常不清菩萨 还替他做这个不清的名字 常不清的名字 他看到这个时候 常不清菩萨有大神通 大伟力 要说便才的力量 有四无碍变 他有大善己利 己定功 禅定的功夫 己经禅定功夫 善 善调方便 说法的功夫 那么听到他这个 常不清菩萨 常演说这个法法经 他们都幸福随从了 从前侵犯他 现在都相信他 服从他 随顺他 那么得到法法经的真实利益 世菩萨 福法千万亿种 令诸 欧罗多罗 善谱 善谱 是菩萨 常不清菩萨 再教法千万亿那么多的众生 都住在无上菩提 不退传 命中之后 得知二千亿佛 常不清命中之后 继续得止益 两千亿那么多的佛 一桌一尊佛 佛田 行不再到 接好日月灯明 那么后来清静的佛 每一位佛都叫做日月灯明佛 日月灯明前面曾说过的 以其法中 说是法法经 都在这些佛法当中 讲法法经 一世音乐 福植二千亿佛 有所法法经的功德 在今 只遇到两千亿那么多的佛 那么这些佛叫做什么名字 同号 云自在灯光 每一尊佛都叫做云自在灯光佛 以此诸佛法中 受持世经 在这些诸佛法中 受持这一部 受持读诵 这个法法经 为诸四重说辞经典故 但是长眼清静 而鼻舍身一诸干清静 他为四重说法法经的缘故 所以常常得到六干清静 以四重中说法 心无所谓 他在四重说法的时候 因为他有无碍辩才 所以也就不会有所不为了 德大师 是常不清菩萨母后三 供养是若干诸佛 恭敬尊重赞叹众诸善根 这位常不清菩萨 这样子供养如是无量无边诸佛 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众诸善根 以后福之千万亿佛 在今只遇到千万亿那么多的佛 一以诸佛法中 硕士经典 也在一些诸佛法中 说这个法法经 功得成就当得作佛 等到他功得成就了 将来就得成佛 下面是规则下第二 结会古经 前面明信者果报 有两段 第一是明果报 第二是结会古经 结会古经 就是那个常不清菩萨是谁 这里把他说出来 德大师 一亿缘和 前面不是说 因为他执意无量诸佛 说法法经 将来就有传佛吗 当得作佛 佛的大师之菩萨说 在你的心意 认为怎么样 儿时常不清菩萨 其一人福 那个时候的常不清菩萨 是什么人啊 你知道吗 我身是释迦牟尼佛 把古代的常不清 汇到现在的释迦牟尼 那不是别人呢 就是我 释迦牟尼 就是久远之前 做常不清菩萨 修这个常不清 行 那么今天能够成方 若我以俗世 不受持读诵诵此经 为他人说着 不能记得欧能读了什么目的 假如我在过去世 俗世就是过去世啊 如果不受持不读诵法法经 不为人说法法经 那么就没有那么快 急快 没有那么快就得到无上菩提 没有那么快成佛 我以先佛说受持读诵此经 我在过去无量诸佛说 受持这个法法经的缘故 为人说故 为众生说法法经的缘故 急得欧罗多罗三摩三菩提 所以我很快呀 就得到无上菩提 这是证明 证明是 要么你佛过去行不赛道的时候 修法法经的功断 所以今天很快就成佛 这是明信者果报 再往下是明回者果报 回报者果报 也是两段 第一 先说明他的果报 德大师 彼时四众比丘比丘尼 又婆子又婆以称会议 亲见我故二百亿节 常不知佛 不闻法 不见生 那些四众弟子 毁谤 镇上 这个 毁谤 毁谤常不经 他亲见 常不经 沐山的缘故 经过二百亿节 不能见佛 没有闻到佛法 也见不到三宝出家人 那么三宝都见不到了 千节以欧比地狱受到苦恼 他们在一千节的时间 在无间地狱受苦 彼时罪于 这个无间地狱的受罪满了之后 服役常不经菩萨 因为他最后还是相信吗 出来之后 又遇到常不经菩萨 教发奥诺多罗三宝三菩提 常不经菩萨又教化他 使他成就 这个无上菩提的功德 这是回者的果报 度地狱受无量苦 第二 结会古今 那些镇上漫四众弟子是谁啊 说出他的原文来 是谁 这大事 大事之菩萨 一路易云河 你的意思怎么样啊 而是四众常经世菩萨家 其人福 那个当时 这四众弟子 常经慢这个常不经菩萨的人 是谁啊 经此会中 八脱婆罗等五百菩萨 现在在零三会上法会之中 由八脱婆罗为首 有五百位菩萨 八脱婆罗印度法翻成 中国号叫做贤富 贤富 也叫做人贤 就是贤富菩萨 这贤富菩萨带领五百位菩萨 那就是镇上漫的四众弟子 现在为八脱婆罗无上 还有四子月等五百比丘 你四众等 这个文字太简了 还有比丘叫做四子月 四子月比丘等着等于其他没有列明的比丘 有多少五百位 五百位比丘 那个尼字啊 有些就注决写着尼是佛 就看成是尤波瑟的名字 不过我们比对正法法经看啊 正法法经是这样写的 是五百比丘比丘尼 那么就是说五百个比丘 五百个比丘尼的 那么这个尼字啊 应当就是五百比丘尼 那么尤波瑟的名字叫做师佛 不是尼师佛 我们看正法法经 应当是五百比丘 五百比丘尼 师佛等五百尤波瑟 那么正法法经还说 后边还有五百尤波仪 可见师佛两个字 才是尤波瑟的首领的名字 等于其他没有列明的 结以欧乐多罗三百三不得 不退转者是 这些人在无上不得都不会退转了 他们都能成佛 这就是结会古经 那么就是毁谤的人在罪过受满了 现在也在临才会上听法 也成为菩萨道 也成就将来成佛 下面第三段劝词 信回果报说完之后 第三句劝词了 欠世杰仁受持法法经 但大师当知识法法经大饶一株 一株菩萨莫菩萨 能令至于欧乐多罗三百三目的 大师之菩萨你应当要知道啊 这部法法经啊 对于世间情菩萨道的菩萨 有大逢饶的利益啊 能令所有的菩萨 很快到无上目的 至于欧乐多罗三百三目的 很快成佛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按照这个菩萨道 如法修行啊 很快就能成佛的 所以以菩萨的利益很大 事故诸菩萨莫菩萨 以如来灭后 常应受持读读诵诵 且说书学诗经 这就是劝词 劝受持 因此只顾你们大家 所有行菩萨道的人 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 你应当常常受持读诵 解说书学这部法法经 到此为止 常文说完 下面据诵 据诵这个文字啊 比对前文常文的科判 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据诵 只是重说前文 科判自己看 不要再对 再对起来太烦 那么希望把这个文字说完了 来迅速这个内涵的意思 这个文字不说完 下次再接同样的道理 多讲几次啊 只有增加这个时间的浪费 所以我看这个下面的剧松啊 顺着文字消文 科判不再说 科判自己去对啊 而是世尊欲重弦此一而说巨焰 过去有佛 好为人王 从前有一尊佛叫做为人王佛 神智无量 讲道一切 说这个佛的功德 神通智慧无量无边 领导无量众生 去向无上菩提 天人容身所共供养 一切众生都供养佛 世佛灭后法御尽时 有一菩萨名常不清 这个第一尊佛灭度之后啊 正法灭后法御尽 就是向法的时候 有一位菩萨叫做常不清 世诸四重济浊一发 这是四重的意思 浊浊一发 就是正常慢 知浊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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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浊 执浊乙法而不接受常不清的受济 所以叫做正常慢 正常慢是为道为道为政为政 这常说应当知道 不清菩萨往道七说而于知焉 我不清卢 卢等行道 皆能读佛 常不清菩萨 到了这些四重弟子的面前 就跟他说 我不敢侵蚓你的 你们呢 就行菩萨道 将来都会成佛 诸然我以轻悔骂利 不轻菩萨能忍受之 这些人听到不相信 反而是侵蚀他 诽谤他 骂利他 而常不轻菩萨能忍受 他不会挂碍 其罪必依人命重识 这个其罪必依啊 就指这个常不轻菩萨 虽然遭到骂利啊 等于是替他消业 他罪业就消除了 那么等到他临家命中的时候 得闻此经 六根清经 因为佛现前在空中啊 为他说法法经 他得到六根清经 神通力故正义授命 由佛的加持 得到广大神通力的缘故 正常授命啊 抚慰诸人广说试经 为这些证上漫四中弟子 说这个法法经 诸主法座 尖蒙菩萨教法成就 令诸佛道 那些执着于法的正上漫彼 就是中弟子 都蒙受 这个常不轻菩萨的教化 都成就无上菩提 安住在无上菩提道 不经命中 知无数佛 说是经过得无量佛 这个常不轻菩萨命中之后啊 只欲无量诸佛 都说这个法法经 得无量的福德 见具功德 集成佛道 渐渐具足功德 都很快就成就佛道了 彼时不轻 这我身世 那个时候的常不轻菩萨 不是别人 就是我 释迦牟尼 十四不中 着法 这者 文不轻言 鲁大作佛 于是因缘 知无数佛 此会菩萨 五白之重 并及四部清静四女 尽于我前听法者师 这是正上漫的前因 就是结会 那个时候的四部中 就是四部弟子 就是比丘比丘利登 执着于法而生正上漫的 闻到听到不清菩萨 鲁当作佛 这个因缘 那么由此 知无数佛 此意到无量无数的诸佛 那么这是谁啊 现在在临参会上的菩萨 五白之重 就是八都婆罗菩萨的五白重 并及四部清静四五 四女 就是这个比丘比丘尼 四重弟子 经以我前听法者者师 在临参会上 在释迦牟尼佛坐前 听法者四重弟子 这些都是 我以前是劝识诸人 听受使经第一次法 我过去都生都世 就是听受这个法法经 这是第一的妙法 成佛的妙法 开示教人令住涅槃 我开导指示众生 使他安住在就近无住处 佛国的大波涅槃 世事受持如是经典 我过去都生都世 都是受持这个法法经 下面是宋千词 一亿万劫 只不可以 使乃得闻 是法法经 法法经不容易听到 经过一亿万劫 那么久的时间 不可思议 那么长的时间 也才能偶然闻到 这个法法经 不容易听到的 一亿万劫 只不可以 所以诸佛是尊 诗说持经 要经过很久 佛才说这个法法经 那么 世事一年来 都不诉说 到了这个时候才讲 可见不容易 世故行者 以佛灭后 文如是经 勿生疑惑 因此之故 你们修学菩萨道的人 在佛灭度之后 听到法法经 不要生疑惑的心 应当一心广说持经 世事知佛 继承佛刀 那么要专一其心 来受持法法经 讲述法法经 那么世事直欲以佛 很快就能成就佛刀 这是长不清菩萨评的 萧文 文字 说完了之后 再来说内涵的意思 这个经文里面 所说的长不清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天生 各位记得吗 现在是贤本了 释迦牟尼佛在成典 接前就成佛了 既然成典 接前就成佛了 现在这个长不清菩萨 是在第一次成佛之前 还是成佛之后 按照智泽大师的文句 这样的解释 这是进门 就是说成佛以后 视线的四季 不是成佛前的事情 成佛以后 视线感化众生的四季 因为他已经成佛了 才能做长不清的这种工作 常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显示这是成佛以后的四季 成佛以后为什么这样做啊 他这个问题很多详细记载在 法法文句 法法会议里面都有解释 那么这有些地方 我们现在初学的人还不急于知道 所以不妨重约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比较重要的先讲 长不清菩萨当时视线的身相是菩萨比丘 菩萨比丘出家人 既然他是受过菩萨界的比丘 是个出家人 你看前面的故事有一个问题存在 他看到四种都拜 对于比丘 向他顶礼 他本身是比丘 顶礼比丘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他比丘你照拜 不但是拜比丘你 连在家居士男女都拜 这是特殊的情况 这个不能拿佛的平常的 长途的规矩来律定 这是一种毒药治病 毒药治病知道吗 王医师知道了 他如果碰到需要用医 这个毒药来治疗他的时候 他医师知道 这个不用毒药不行 那个时候长不清菩萨 是用毒药治病的方式 这不是常规 不是常规 所以我们平常人 不能按照长不清菩萨的 这种方式来做 假如我看到 世众都拜的话 我虽然不是菩萨 是个普通反夫 我看那些在家居士 他也不敢接受我拜 他也会觉得很苦恼 不晓得怎么办 会受到很多的福报 那么因此 这是他在当时 用毒药来治病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那些圣上慢 世众弟子 托还没有大圣善给 这个很重要 那些四种弟子 通通没有大圣善根 顶多是生文的善根 而且他是正上慢 以四成大四国 那么因此之孤 要因此叫他 种上这个大圣善根的缘故 所以用毒的方法 因此用毒的方法 礼拜他 赞叹他 给他受计 这是等于用毒药来毒他 给他下这个圆盾种子 下这个一圣种子 因为他没有种子 不下不行 信得固然好 不信 纵然堕落将来 出来就能遇到大圣佛法 这就好像一圆佛像 是沾叹做的 你去用手去摸它 吸它 也很香 没有痛苦 想要你不欢喜去打它 你打这个沾叹佛像 用打 打你的手会痛 可是你的手也染到香 那些正上慢比丘的情况 就是如此 拿这个比方就可以知道 他从来毁邦 就是好像这个打赞叹佛像 他已经染到香了 染到香了 他已经种下圆盾善根 种下一圣佛法的善根 种下诸法实相的善根 所以到了 以后能够遇到法法经 就是由 因为纵然诽谤 他出苦之后 必定要堕落 堕落出苦之后 他就有 这个 得血头的 得这个 一圣福的因缘 那么就能够发菩提心 否则 他这个菩提心发不起来的 所以 常不清菩萨 是用毒药治病的方式 不是常规 不能拿长途来用 在我们世间 站在佛法的建立立场看 比丘是比丘 不能拜下三众 那么 因为这个 按照这个规矩呀 不能把这个世间法搞乱了 搞乱了 三宝都就建立不起来了 它是一种特殊情况 我从前 曾经经一位老和尚 他就学这个常不清菩萨的方式 他看到出家人就拜 好的他没有拜再家人 他看到出家人就拜 不管他是刚出家的 或者是老出家的 看到就拜 所以有一年 在一个地方传戒 我在哪里帮忙 这位的老和尚 他看到他的新界弟子 他也不计较 看到新界弟子 照样也在拜 可是这个新界弟子 遭受到拜 你想他受得了吗 他腐败要消多少啊 所以我当时 事后我就劝了老和尚 我说你这样子行 常不清的方法 固然是好啊 对你自己是好 可是对众生有大损失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不晓得 你为他种大善根 可是他接受你的拜 受不了的 那你叫他下地狱 我看这不忍心 不该这样做 所以在长途来说 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 这是临时 必定需要做的时候才做 那么常不清不散 他是已经成活的佛 事现在来 他可以 常人不能这样做 里面的含义还有很多 假如你必定要求了解 请自己去研究 这个法法文具 或者是 偶一旦是在反发会议 也可以明白 就看这个 常不清不散 这一篇的解释 因为这只是证明了 证明的功用 不必试语说 那么讲到这里为止 本门的流通分讲完了 后边从第21篇开始 就是基本二门的总流通 我们留下一次讲 我请不吝点赞伤 如果我们从中流通通都看不定 都能听到 我们做了解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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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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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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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给他们一首歌 歌词的大意是 班之大不讲法 意识不翻译 阿底下尊者不离开等等之类的话 但是这些小朋友哪里知道这些歌词什么意思 总之有一天 我姐在绕这个三一四的时候 就听到这些小朋友们唱着这首歌 于是马上说 是非之地不亦久留 看来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 于是他决定立刻动身 马上离开 他就跟卓文顿巴说道 优伯瑟 我们现在就走 卓文顿巴一听 马上就烧信 给正在捏汤等消息的庞敦 不过几天的功夫 庞敦就派来两百多人 多人亡 到这个三一四迎接 于是呢 这几百号人就这样就出发了 因为在魏藏地区的这段时间 九级一行人也去到过很多地方 所以收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供养 供品 其中包括很多牛羊之类的家畜 他们一行人赶路的时候呢 就赶着这些家畜一起走 沿途的这个百姓们呢 看到这么多家畜 纷纷讨论说 九级姐也太贪洒了 什么东西都要带着 这么多牲畜 都要牵着 甚至呢 连这个九级自己的队伍里面的 侍者都说 这么多家畜 为什么都带着 不如卖掉 卖掉算了 然而呢 九级却说 你们一点责任性都没有啊 难道你们会卖掉自己的父母吗 所以就这样 尽管呢 人们议论纷纷 九级姐呢 仍旧坚持 不卖掉任何 牲口 而且呢 都对他们 好生照顾 后来呢 九级姐呢 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 不离不弃 直到普京圣地 查叶巴的时候 因为那里呢 就是好山好水 绿草 阴阴 才把这些牲畜 就在那里全部放生 分离不弃 查看 祂